不忘来路才能开辟未来 北京市民宣言 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一场大革命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扎上创新的翅膀能飞到更高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伟人 那时候就是一个很热血的年代 本期节目请来电视剧 中流积水主创人员 带我们一起走进 开天辟地的寻入历程 追寻一代革命新区的梦想荣光 欢迎收看本期的 《据说很好看》 我是季星 我是石树思 最近的一部电视剧 中流积水正在我们总排热播 通过这样的一部电视剧 我们不仅走进了 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更是通过演员们 用心用情的演绎 走进了每一个人物 他们的精神和情感世界 所以我想像这类题材 作品石老师 您百分之百是追剧的 那当然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 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和主演 请到了《据说很好看》的现场 来聊聊这部电视剧拍摄 台前幕后的故事 掌声有请 这位演员 来来来 欢迎各位 这样 先跟我们电视剧的观众朋友 咱们打个招呼 也让大家最好入座一下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仁君 在电视剧《中流积水》中 扮演毛泽东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志飞 在《中流积水》当中 我扮演陈独秀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于阳 在电视剧《中流积水》中 饰演何淑恒 大家好 我是演员梁浩 在《中流积水》中饰演的是石头 接下来还有一位最有信量 绝对是《中流积水》 这部电视当中的核心人物了 欢迎我们的导演 有请宋导 欢迎 欢迎 来 您跟我们的电视观众 打个招呼吧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中流积水》的导演 宋燕鸣 今天请了四位主演 还有我们的导演来到现场 那我想这么宏大的一个主题 我们从何聊起呢 我们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请各位来挑挑看 请上道具 那咱们今天来就请各位 是吧 每个人都选一个 好不好 要找一个跟剧中人物 有关联的老物件 咱们从这个老物件开始 讲老故事 还是各取所需吧 各取所需 就关键是没有 能不能打架吗 王志飞老师 你选哪个 我听导演 因为我那个角色太小了 没有导具 这就是您的 你也不是我 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下 就刚才我们选出来的 这个老物件 这个道具 跟这个角色之间 有什么样的故事 在毛泽东去北京去章的时候 李大钊先生呢 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送给了他一块金表 我希望你要抓紧时间去思考 而不是湖南一神之事 且是全中国之事 后来在长沙的时候 要去上海去开会 也是囊中羞涩 就把这块金表呢 当了去买的船票 然后去的一大去开会 当完之后啊 这块金表又失而复得 是他的之交好友何淑恒 去当铺给他赎惠来了 我们在南湖的游船上面 两个人有一番 对未来的畅想的过程当中 他又把这个表 把这块表完毕归照 但是两个人在高兴之余 这块表就失落在湖底了 毛泽东就说 就让这块表做一个见证 看我们未来这个国家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一块表在我们这个全剧当中 应该说是一个细节的穿连 它既有刚才就是人均讲到的 就是李大钊对他的是个寄托 另外呢也是个传承 利用这块表 作为李大钊 陈独秀他们 就是说教授和他的老师这边 对年轻的学子们的一个寄托 这块金表换传始终 时间的脚步 时间印证了一切 我们再来看看 王之飞拿的这个道具是什么 自己干的事 我毫不犹豫地 就选择了这个老物件 北京市民宣言 是陈独秀 亲自起草的 为了彻底掀起反地反风的浪潮 陈独秀起草了这份北京宣言 他陪伴了我三天 不是这几张 是这么一摞 我背着他拍了三天 去各式各样的地方去散发 也因此 因为上街散发传单 陈独秀铛铛入狱 对 北大教授陈独秀写下告北京市民宣言 在散发传单时遭到军警抓捕入狱 这个宣言是我们这部戏的一个起点 起点 就是整个人物的起点 因为我们这个戏的一个大背景 是在新文化运动之下和五四运动之后 展开的 恰恰故事和人物的进入 是因为陈独秀写了这份告北京宣言 对 所有故事的缘起 就在这几张小小的传单上 那接下来就到了郁杨这里了 这个和我剧中的那个 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 因为我这个何淑恒 他是晚清的一个旧秀才 他的眼镜是一个老式的 像帐房先生和那种私塾的那种 那种老夫子的那种圆眼镜 因为何淑恒这个人 他比这些年轻人年长十几岁 也是一大最老的 新民学会也是最老的 共产党第一次建党 在所有的这些代表当中 他也是最老的 那么我想他年龄虽老 但是他心不老 他等于是用了一个很老的眼镜 他一直在看一个新的世界 我何淑恒 你要跟他张俊尧 定个你死我活了 我请应 也带着局长请员团去陈州 有继承又有创新 大家印象里 这个湖南人还有毛主席 都是比较爱吃这个辣椒的 为什么我选了这个辣椒呢 在西东有件事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其实都跟辣椒有关系 是我要上军校 然后因为睡觉 会影响别人的休息 我会打呼噜 所以要选择吃辣椒 让自己不睡觉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选了每一个老物件 要说起来这栋无穷无尽的故事 贯穿人物的始终 四万万同胞 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 平产党的成立 就好比这条船 是中国的老虎大众 推动着我们这条船 顺利的前行 中国的工人与农民 才是能够掀起 过来的往往大海 两党平行合作 向帝国主义 向封建军阀开火 大党俱发 十字非要 大党俱发 清火燎原 全国通明 中国的天就要亮了 您觉得我们这个剧 比较大的特色是什么 这十年的历史 正好是在二十世纪 波澜壮阔的一场大革命 我们城下的民众 应不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就以加盟马克思主义 中国又要革命成功 首要之务 就是必须要把工人阶级 组织起来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个背景 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 去让观众来看一下 在那个时代 这些人为什么能够 在这个节点上班 要印入马克思主义 组建共产党 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 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 实际相结合 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 要用武装推翻反动政府 这个我觉得非常需要 通过一部电视剧 通过这部作品呈现给大家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电视剧的名字 叫《中流积水》 我们请学识渊博的石老师 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他的出处 这还得让王仁军自己来解释吧 这部片名出自毛泽东的一个诗词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义气 挥斥汪情 池点江山 激昂文字 粪土当年万库好 曾记访到中流积水 浪厄非洲 中流积水是到江河的最中心的点 最深的深处 去跟惊涛骇浪进行搏击 可以展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 这种英勇无畏 勇于冒险 勇于拼搏的精神 由我来担任北京曲张团的团长 我立军令状 此行破釜沉州 背水泥战 真理在谁手上 谁就是法官 其实中国的有识支持 一直在探寻出路 洋雾运动 武序变法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直在苦苦地求索一个 救国救民的道路 而这首词写的就是 在探寻这个道路的 最关键的历史时刻 何去何从 那我觉得它有一个暗喻 中流砥柱 谁是在这个最困难的 最关键的历史时刻的 中间力量的 共产党人 我们呼吁释放爱国学生 释放陈杜乡 马克思主义之路 他是世界上最有希望之路 这是我们这个戏 就是说整体的中流积水 想要给予今天 就是说融会的这个片名当中的 感为人先 勇敢创新的一个精神 几位在接到这个角色 进入这部戏的时候 又是怎么感受这个 勇敢创新的精神 王老师可以说接这个角色 首先很勇敢吗 然后接了以后 咱还得创新是吗 创新嘛 我觉得这个任务 可能更多的是 由编剧和导演 来打定这个基础的 我们只是在小情感 小细节当中 去想尽办法 完成这个大的目标 大家在刚接完 这个角色的时候 首先我们禁组 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禁组干的第一件事情 肯定是市装啊 定装啊 说到这个定装 其实对于扮演这种 领袖人物来说 帮助应该还是很大的 是吧 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 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这个对于咱们演员 塑造的角色来说 这第一步 或者我们 观众理解为了 说像还是不像 这个是不是还是蛮重要的 对 首先你演的是原型人物嘛 现在的观众 无论是上了年纪的 还是年轻的观众 他人人心中都有一个 伟人的 光辉的 很高大的形象啊 你首先你出来的 这个人物形象 是不是符合 他心中的固有形象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首先呢 是要在外形上面 去寻找到它的一个相似之处 你比如说在发型的设计上面啊 包括在穿着的设计上面 希望在座的同学们 能够站起来听 你们愿意站起来吗 愿意 我的岳父是教新式伦理学的 开会呢 也是新式青年 既然是新式青年 那就不能用救所了 毛泽东同志 他有的那种穿着打扮的习惯 是吧 对 另外呢 就要通过塑造 他的性格上面 他的肢体行动啊 他的动作啊 都是特别舒展的 眼神里面的深随 有光 在他的眼神里面 有这种心怀天下的感觉 这些都是需要演员 去不断地揣摩 定妆的时候 其实从化妆造型 服装 到你的眼神 外部的这些东西 就是都要去定位 我们在选择毛泽东的时候 试了好多天 等到让林军来剧组见面的时候 我们俩一聊毛泽东的历史 和他的各种关系 这一些史料东西 他都看过了 就是在他骨子里边 他已经是把自己融入 毛泽东的一个 这个人物当中 所以说他那个眼神 我就觉得 他不是演出来的 而且毛泽东的眼神 也演不出来 状态是演不出来 你必须在 从心里边 流露出来的 这一点特别大 他之军队 仅在相近 仅在长沙 小军营 我之军队 乃在全国 乃之各界 人心所向的 大军营 这个戏 王志卫老师 您跟导演是第一次合作是吗 第一次合作 而且在声况当中 我们没有过来往 不像他 我们经常交集 跟导演没有 导演 您给这个 王志卫老师 这次做的这个造型 出来之后 比您此刻的这个造型 还有特色 这是多好的 传播新闻化的机会 我还可以趁势 发动共产主义 我不是去到观尺子团 我是去空观尽 因为这个角色 从我在这个戏的把握角到来 我说 我只有对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适当考虑 他的一个行神兼备 作为陈东秀来说 我更多的是性格和人物基调 神 神对 就行了 不在于外表 当在造型的那一天 其实是我们跟化妆师 基本是分一点的造型的关系 不是今天影像成功 他自己坐在那个镜子前面 他说了一句说 我不踢成陈独秀那样 我找不着他的感觉 他从全方位的 我的肖像 我的造型感 能够适合这个任务 就是说 这个戏不是说 导演怎么说 就是关键演员自己的 所以我们想听一下 演员自己怎么说 让导演再说了 不是说 每个戏的造型和服装 都是由我自己来定的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进入角色有一种手段 就是从外部形象入手 当这个角色离你的距离越远 你越需要这样的手段 那我在定装之前 读了不少的 对于陈独秀的介绍的文章 他的外部形象来看 我觉得是很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那我坐在化妆室的化妆镜前 导演说不要剃了吧 要不剃一点 哎呀够了够了 哎呀不剃了 其实我在他这几句简单的语言背后 我听出来导演对演员的爱护 因为他深知 如果这一剪的下去 可能这个演员 三个月或者半年 半年 下一个戏就拍不成了 对 他就要等头发长出来 作为演员 我始终认为每块肌肉 每个神经都是为表演而生的 更何况头发 同时我也读出来 实际上他也有这种 如果能剃的话 那也是不错的这种潜台词 所以王志伟老师这个剃头 也正印证了咱们这一发聊的 这个主题勇敢 包括于阳这一次也是 是吧 这个角色你是第一次 但进入到这种人物的这种感觉 你也有自己新的东西放进来 对吧 首先说勇敢吧 我觉得勇敢 我觉得导演比我更勇敢 最初的时候导演让我来 本来是演懂逼舞 后来我也是正好在拍戏 后来正好回来 他说你过来造一下行 回来之前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发了个信息 他说你看一看何淑恒 那何淑恒原来就是 只知道他的身份 一大代表之一 导演就实际上见每一个演员 导演是他在心里已经衡量 他实质上给我讲了一个 他说我觉得何淑恒 应该是一个老大哥 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而且做事情要比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更稳妥 眼下虽说是兵皇马乱 燃嫁娶之事 总是不能轻误我 我吃着你几岁 不能不关心你成家之事 主意要管 问题也要管 你敢说这个问题不重要 所以说 从我来说走进 他说的这个何淑恒 我觉得这一点 首先导演的判断 是导演的勇敢 他信任了我 这一点我非常地感谢导演 说到这个创新 我是这样想 我觉得任何创新 它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那么我们现在拍这部戏 想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 那段历史 那些人物 这是我们拍这部戏的初衷 我觉得要想创新 一定要首先了解过去 你要知道过去 你才能再去创新 所以说我觉得创新的意义 首先要像我们拍这部戏 所有的这个初衷一样 初心不改嘛 我觉得要把我们的过去的历史 光辉的历程 让更多的观众 更多的年轻朋友们 要看到这个东西 完了以后 他们才会扎上创新的翅膀 能飞得更高 我是这么来理解 说得真好 一代一代就这么延续延续到了 这里最小的一个角色 是吧 到石头半天没说话呢 对 我第一次世系 是没有见到宋岛的 当时我设系的只有一个 剧照老师和一个摄影机 剧照老师要拍一些你的眼睛 刚才然后从那一直在说 就观察演员的眼睛 然后就拍了几张 后来通知我去了 就是又开始试装 我说啊 这个我就是 现在我就是演石头了吗 对 就这么就定了吗 其实一开始 我们这个组一共在前期 一共分了两个组 一个A组 一个B组 因为拍摄周期要赶进度的事 所以呢 一直没有到宋岛的A组 一直在B组拍戏 后来到了A组 还挺紧张的 然后跟宋岛见面之前 我就写了一个人物小传 然后宋岛说 你了解得太骗念了 你就把分析这个人物 他为什么 经历过这个事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用学习的状态 然后拍了这部戏 郑老师 你觉得 其实年轻人的这种加入 包括你一直强调 年轻人去看 这也是这个创新提供的 一个新的视角 对吧 我觉得你问了 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从导演 到王仁军 到志飞 他们都做了很好的回答 南辰北里将马克思 引进中国 确定为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 基本主义以后 毛泽东需要完成一件事 创新 探索出一个创新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 跟中国的实际结合 革命精神 实践精神 科学精神 今天你所有所有的人 面对新时代的问题 不管是你个人做事业也好 还是想工作也好 我认为这样的一种精神 是能够帮你成事的 对我们干任何事情 这套思路 在当下 在当下 对年轻人 为我们一个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年代 都每个人都是宝贵的财富 这是一部 蕴含着一些 能跑过时间的人 故事 青春 以及智慧的片子 你要认真看 我希望我们每个年轻人 都能有收获 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 应该怎么走 马克思主义 如红花之重子 一撒边打地 我们就是要成立的 自己的坚固的革命政大 把中国革命往前推 但是成立中国共产党 我们准备好吧 愿你提升 这部电视剧 其实在很多的 重要的历史节点 毛泽东的戏份 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他的台词量 表演的深度 都是需要演员 不断地去研磨 不断地去体会的 很多长戏 包括像在上海 浦江支部的建立的戏 包括在五四运动的 长沙街头去演讲的戏 都特别需要体能去支撑 国主陈军 至见至高的精神发赛 国主陈军 是大国家圈 台词量最长的 你印象中最深的是哪一段 是三蛮改变 那场戏好像拍摄下来 我们特别意外地发现 现场我们请了 好几十名的群演 是当地的村民 都是村子里的 他们没有表演经验 但在那场戏里面 他们是全神贯注着 在听毛泽东讲话 我觉得特别意外 那场戏 毛泽东 他离开这么多年 但是我们的人民群众 对他的爱戴 对他的热情 对他的尊敬 从未改变过 我能够有幸 能够去誓言他 能够得到 他们群众的认可 得到观众的认可 我觉得 是我作为演员 一生的荣耀 我面对他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到 他是心里有爱 眼里有光那种状态 所以石头 一直在毛泽东身边 就时时被这种爱笼罩 你最难忘的一场戏是什么 有一场戏我要参军 然后可能太紧张了 我太想把这场戏演好了 就演了好几次吧 然后都没有到那个情绪 然后军哥说 你拍戏的时候 你多看看我的眼睛 你就能感受到了 然后情绪就到了 刚才任君说了一个 特别重要的 群众热烈的鼓掌 在革命时期的毛泽东 就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团结群众 为什么叫工农红军 为什么农村包围城市 为什么我们最后取得了 革命的胜利 因为我们得了民心 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 而这点 是毛泽东身上 特别闪光的地方 非常重要 你讲的这一点 我想就是我们这个戏 所要告诉观众 为什么这个戏的开篇 非要用一个毛泽东 在车站上跑掉鞋 一直到火车上 讲这双鞋 甚至到的下一场戏 用了三场戏 讲这个鞋 任志 你的鞋 你的鞋 帮我帮我 你打还不穿鞋呢 你鞋呢 你鞋呢 我们这个戏是在 二十世纪的这些共产党员 他们是去探索一条 能够适应中国 解放的一条路 那么就靠你这双鞋怎么走 就是这个道路的选择 这个全剧的用意是在这 所以这些分享啊 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为了原汁原味地 还原这段历史 我们导演跟演员们 确实是在一起 并肩战斗 我们来看 同志们 一出这个内务人群 团队 这些人没有太多的警战 那我先打了 就说你们肯定先进出房子 先去我离开野藏 最后可能没地儿藏到我 这些大招先生 为您做的事 由李继生指挥的 国民人民的第四军 首先出事了 是您审问我 还是我审问你啊 当然是我审问你了 今天是您审问我 还是我审问你 当然是我审问你 真理在谁手上 谁就是法官 是这样的 微微的吧 像 有 这儿镜头跟着 他就过来了吧 他们送了一大车柴火 开始 加点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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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那一瞬间 是非常兴奋的 这个掌声和兴奋感 包括年轻人 中国共产党 我恨罪 你们都谁在这场戏里面 我和泽东同志 都在 是吧 对对对 导演在现场经常会这样的 跟大家去讲戏 或者讨论剧本是吧 不是经常 每天 每时每刻 导演呢 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特别透彻 而且呢 也实践过多次 我和润枝的最后一场戏 导演说 先进化外音 然后你把伞 举起来 把这把伞递到润枝的手里 也切合了他继续着探索 坚定地走着革命道路 这样的一个寓意 我觉得导演像这样的提议 都特别特别地好 点睛之笔 所以您看导演 大家回忆起来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 咱们在拍这种题材 如果怎么去做到 原之原本的还原历史同时 你还得有艺术 你还得好看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真实 可能是在每部戏 它是第一位的 但是反过来 就是我们从艺术角度 它毕竟是个电视剧 你是渲染它的事件过程 还是人物和细节 还是情感 我想我对待历史的认知 我是把它放在后者 不是把前者的过程 作为我渲染 因为那个东西大家都知道 但是处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人 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 他是什么感情 这些东西我想 是需要靠演员来展示给观众的 这就是史和诗的关系 我可能在创作上边 更渴望我和演员 能碰撞出诗意化的东西 我们其实是 都是通过人物的塑造 和人物关系的演绎 把历史过程带出来的 你像毛泽东 他跟杨开慧的一个关系 他自个儿在那儿 夜里边石头问的说 你是给中央写信 什么布打这个长沙布 我给开慧写封信 切到开慧那边 开慧自个儿 守着几个孩子夜里边 自己掉着眼泪 那张纸 信纸 就是眼泪 他们的情感 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去进行的一个使命 我记得跟志飞老师 我们之前的时候有过合作 当时志飞老师扮演的是 朱德军长 演得非常好 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争吵 争论的戏份 这次又扮演我的老师先生 我们也有很多的争论的戏 我记得有一场戏就特别有意思 当时毛泽东在建议陈独秀先生 要关注一下农民 关注农村 但是陈独秀先生 他可能当时没有 把工作的重心和重点 放在农村上面 意识到这个地方 对 拍摄结束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先生的扣子就错了 当时就加了一句 先生 你错了 陈独秀先生说 什么意思 你敢说我 敢至于我 错了 你怎么能直接质疑先生 质疑你的领导呢 但是跟先生说 扣子就错了 错了 扣子就错了 他是一个双关语 但是又能够表达 他当时对长辈的尊敬 和想唤起这位领导者 他对农村的重视 多好的人哪 你难道不想让他 当你的老师吗 不想让他当你的朋友吗 不想让他当你的邻居吗 跟老师意见不合 人依然君子之交啊 武爱武师 武更爱真理啊 这全世界优秀的人 通用的法则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但是共产党的灵魂 还是共产党宣言 中国的工人运动 正在遭受封建专制势力的残酷阵营 此道已经对向我们的胸口 但是我们继续要前行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南昌旗 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决队 就像您说的 在这部戏当中 我们看到 共产党连所谓的特殊材料 就是无我忘我 余杨拜扭 就是《王军拜扭》 里面都有很多这种 极具奉献精神 和牺牲精神的细节 对吧 何书恒呢 我看到的史料 他是从27年 他离开了他的家乡之后 一直就到牺牲之前 就没有再回国家 在长厅啊 那个地方牺牲的时候 实际上离他宁乡 只有700公里 他从山上跳下去的时候 700公里的妻子 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以至于后来 他的妻子一怨 然后说能跟他合葬 实际上只是和何书恒 那三个字合葬 因为只有一个老的眼睛架 还有一个燕台 一群有着理想的 坚定的信仰的共产党人 只有这种舍身取义 不怕牺牲 不忘初心地去 打造一个新的世界 没有这种决心和毅力 执念的话 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中国 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觉得这一切 真的就是像这个 何时恒他去苏联学习的时候 他在哈尔滨 他改写了一个路由的诗 他里面有一句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那个 此生何事望家客 他不会考虑自己的一家一人 刚才导演也讲到就是 王志飞老师这个角色 其实这篇幅里也有灵性的表现 就是他自己的家庭啊 孩子这些有是吧 我在创作过程当中 被陈独秀打动最深的 他把自己完全地奉献出去 为了理想 对 为了信仰 可是他同时还奉献了 他自己的全家 他的两个儿子为了革命 应用牺牲 在八七会议之后 他被撤职 这个时候国民党来劝他 想办法来纳降他 他断然拒绝 到他年老回到江津 在那种情况下 任何人送来的钱 他从来不要这个接来之事 我不知道他没有什么材料支撑的 那像剧中毛泽东 这样的细节太多了 太多了 当时毛泽东的母亲去世 他的父亲跟他有一段对话 现在家里面你作为长子 应该挑起这个家里面的重担 你应该把它给我经营下去 这是我的心血 但是他说 我应该为的是整个的国家 爹 说孩儿不孝 儿子现在所思索下 不是我们毛家二十二母天 而是湖南的百姓 国家的亲王 在那场戏的时候 我其实看到了 他的家人 他的妹妹 他的弟弟 了解历史的知道 后来也成为烈士 比如我演 我儿子元年就医的那场戏的时候 有好几个瞬间 我都想起了暗音 我觉得怎么就那么的像 这种牺牲奉献精神 我们真的无以言表 当时对手戏的演员 说我听到你这个话 我真的好想打你 就真的是那种感觉 觉得你很不孝 作为父亲来讲 他的理解是这样 你是顶梁柱 我说老师 你可以打 最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他就拿着那个烟袋过来 猛抽我了 猛抽了一顿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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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小家来讲 他是没有进到小道的 但是对于国家来讲的话 他是用自己的行动 去实践他的梦想的 所以石头后来在毛泽东身边 就类似这样的细节 其实你知道的是最多的 因为你就是一个13岁的孩子 其实到后期 我已经成长为一个军人了 战士 对 然后在一次战役中 被军阀砍掉了一只手臂 然后呢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在世上还活着的亲人 就是石头的妹妹 来看哥哥 那场戏对我的感触 就是最底层的人 他的想法可能没有一些 很有知识或者学识 我没有别的可以奉献的 我唯一奉献的就只有这条命 我的身体可能不知道 会在哪个战场就要牺牲了 但是我只想给他家里人 还留点东西 留个挂念 就跟妹妹说 哥哥唯一一个忙 就是说 你帮我把我这只断了的手 送回去 埋在父母身边 石头还在他们身边呢 就只有这只手 对不起我这条命 可能不归这个家 要属于奉献了 石头 每一个角色 他这种感觉都不一样 就是他有他的立场 他有他的出发点 石头你知道 我最不想看你那场戏吗 我最想看你牺牲的那场戏 真的 我不期待那一集的到来 这么一个孩子 然后放到当下时代里 他还在干什么 可是在那个年代 他就有这样的一种信仰 其实那场戏 是我表演上面 最有难度的一场戏 鲜活的生命 就在战场上 英勇牺牲了 当时毛泽东 是用亲手 为他挖了一个墓穴 在私下 我看到他那个状态 泪流不止 但是上场 你进入到那个人物 我扮演的是毛泽东 你面对的是 所有的战士 你作为一个 这个人民军队的灵魂和引路人 此时此刻 你是不能够 声泪俱下 声泪俱下 或在他们的面前 展现出来你的摇摆 所以那场戏是咬着牙 过来演的时候 是眼神当中 透露着坚定和 一定把你们带出绝境的 必胜的信心 这样一个信念 所以你没有流泪 下来就泪流不止 因为我觉得一个凡人 他承受不住那样的一个触动 就他也像你的孩子一样 是的 就是在身边 又像亲人 是的 因为我是闭着眼 就是演一个 还是已经去世了的人 但是那个 就是我一直顶不住 因为当时就 宣传当中说 你要控制一下你的呼吸 你的节奏 因为你现在已经不在 这个世界上 你要控制一下呼吸 但是控制不住 因为那个情绪 是往上顶的 就是再加上 而且那一场 有很多身体 就是已经受着重伤 然后抱着说 我们都要坚持到底 那一代人的力量 真的我平躺着 我说我忍不住想哭 中国燎原 全国聪明 好 革命不成功 誓死不回乡 人民必胜 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构架 这么多人物的一部戏 又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季 那么要面对演员下水 很多的困难 其实是大家都在一个奉献 如果说参与这部戏的人 和我们整个这个团队 没有奉献的一个精神 我觉得是完不成的 就是在去年 我非常忐忑 这个戏能不能在 《起义之前》拿出来 创造一个新时代 新社会 新世界 是非常多的付出和牺牲 我认为 搭上性命这事 挺不容易的 但是在地铁上 学学咱们当年 这些同志们 这种奉献精神 帮帮这些相对弱势的人 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 也算对得起 这些人的付出和牺牲了 蔡元梅愿意一举之身 替学生向中国民族 砸了我食羊 还会有千百个食羊 和你看 光明而好是死亏 中国的天就要亮了 所以你看 这部戏今天咱们聊了这一圈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咱们戏里戏外的 这种奉献精神 所以成就了这部电视剧 时时刻刻的精彩 我想到就是 最近这一系列 重大革命历史 这台影视作品出现 很多网友追剧 而且都是年轻人 他们追着追着就说 看完之后 觉得不过瘾 但目里问 说还有续集吗 有一个网友的留言 让我特别感动 他说咱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就是续集 说得好 所以让我们一起珍惜 我们一起期待《中流积水》 那最后也想 请我们的导演 和我们的所有演员 每个人用一句话 再一次向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推荐一下 我们这部电视剧 这是我们所有 《中流积水》的创作人员的 一个真诚地付出的 一个作品 希望年轻的朋友 能够关注牢记历史 我要动员他 发兵 禁闭长沙 赶张尖角 出湖呢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出心 那就请你来观看我们这一部 《中流积水》 这世界研究接受 奉行马克思主 外国的东西不可以照搬 你 你能懂得什么 希望大家能在不同的角度 能学习到 或者是找到自己 可以奋斗的力量 找到一个精神支柱 我们都发过誓 革命不成功 誓死不回乡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电视剧 《中流积水》 去聆听那段红色记忆 感受那段青春热血 我们也要有人 留在我们自己的国家 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的动力 我在现场拍摄的动力 都是被他们而感动 我做不到 他们那样去牺牲自己 但是呢 我要把我爱的工作 做到最佳 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这样 同时谢谢全体 设置组的同志 我爱你们 感谢导演 感谢我们所有的演员 用心用情的演绎 让我们再次感受了 那些革命先烈 他们的初心之纯 主义之真 人格之美 信仰之坚 所以也特别感谢各位 今天来到我们的 《据说很好看》 谢谢大家 让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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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